一把大火把中正三路的斐力婚纱店烧得只剩骨架 而婚纱店在112年的消防安检是过关的 该婚纱公司依法设有灭火器、室内消防栓、火警自动警报设备 紧急广播、标示设备及排言设备 均依法列管及检查 本局于112年2月检查并于3月复查合格 113年5月30日该公司以委托消防公司办理消防栓设备检查 那经测试均合格正常 婚纱店也是拆除大队查报在案的列管维建 但最重要的公共安全却无单位管辖 高雄市议员黄绍廷就批评 市府三个管理单位不仅是多头马车 公共安全检查还没有列管 更代表高雄市政府的横向联系出了状况 斐力婚纱这一个店呢 它在我们的消防局跟我们的拆除大队 都属于列管的一个场所 但是负责公共安全申报的建管处 却没有把它列为公 必须要列管的单位 那当建管处不是列管单位的时候 它就不用做定期的公安申报 消防局列管这家婚纱店已经超过10年了 而我们的掌管公共安全的建管处 却毫无知情 也没有要求它定期每年的申请公安申报 所以在这边我们要呼吁高雄市政府 你的螺丝松掉了 你单位跟单位之间的横向联系不足 黄绍廷更指出由于内政部法规规定 使得消防安检与公共安全列管场所 有根本数量上的差异 但高雄市政府应查核各场所 确定是否危及公共安全 消防局的列管的单位高达2809个场所 而建管处只有21000多个场所是列管 需要每年定期申报公共安全 中间差异的7000个场所 到底是哪些场所 有没有存在潜在的危险呢 请高雄市政府要非常正视这一种公共安全的问题 才能够真正的保护高雄市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混沙大火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烧出的制度缺失 更值得高雄市政府思考如何补强 记者吴佩山高雄报导 点赞的阅明远 点赞的节目 点赞